美元害怕的事或正发生,外媒、中日计划尽快重启货币互换协议。 原创BWC中文网 泰国、安哥拉、巴基斯坦、土耳其、德国、法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爱尔兰这18个国家已用自己的方式开展去美元化行动。 例如非美元货币结算石油、地区间贸易采用本币、增加多种货币外储取代单一的美元外储等形式。 在这些去美元化行动中,作为美大第一和第二大债主的中国,和日本一旦采取多种有关货币的解决方案,则可能会掀起全世界去美元化的高潮,迹象表明美元害怕的一件事或正在发生。 图片来源 The Telegraph 日本经济新闻5月3日报道称,中日两国计划尽早重启金融危机等紧急情况时互换本国货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分析认为,随助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启动货币互换协议,有利于保障中国和日本两国经贸的便利,同时,也可以避免在贸易流通中被美元第三种货币无形中的吸血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据彭博社去年6月报道,中国当时已经与从苏利南到纽西兰在内的超过30个国家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合计最高金额达到3.3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900亿美元。 尽管中国与世界多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已经成一种趋势,但如果尽快与日本达成这一协议,其货币意义会更大。 毕竟,中日两大经济体所涉及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要更宽。 事实上,这仅仅是中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去美元进程的解决方案之一。 中国经济及日本经济去美元的方案还有很多。 图片来源 比如,我们根据美国财政部4月中旬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前两个月的美债持有情况,发现,中国和日本合计持有美国国债的份额,至今已经下降到所有外国持有美国债务的大约36%,也是大约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中国2月份增持了85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目前持仓为1.1767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债市场的9.32%,但这几乎是近13年以来相对份额的最低水平。 日本持美债债债债规模已降至10595万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就表示,日本投资者可能在做空美国债券。 图表数据来源蓬勃终端。 再比如,据日本经济新闻1月报道,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和瑞税银行分别在中国市场发行熊猫债、人民币债券,围绕谁是首家日本银行大打口水仗。 不难看出,日本一些金融机构对人民币的重视程度。 与此同时,日本金融机构对美元的信任度正在大幅下降。 图片来源SCMP事实上,全世界去美元化行动已提速,或许野村资产管理固定收益部门首席,投资场Mazer Hero Karachi的观点可以进一步说明问题。 他稍早表示,特朗普经济团队无疑引发这样一种担忧,即美元可能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主要货币了。 而野村资产管理固定收益部门已将此前投资的美元资产,转移至新兴市场经济体了。 G7开城互家大会,马克龙放狠话,默克尔泼冷水,特朗普,我先走了。 俄罗斯向中国空运线超加速去美元,这些农民或正闷声发大财。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 印度央行行长,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 华尔街怒赞。 蚂蚁金服估值远超高盛、外媒,十年前,难以想象。 即是中国对媒趣。 中国人依旧承包了整个俄罗斯世界杯。 西门子CEO,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人口的生活。 嫌弃全球化。 西媒城最大受益者就是以开发国家。 今天科技。